大家好,歡迎回到東南投球經理模式 上一集是我們開啟聯賽杯的精程 面對著級別比我們高出1-2級的球隊 踢得非常頑強,甚至是淘汰狼隊,甚至淘汰了賓福特 當然最後對著四顆半星的艾士東維拉 確實實力差距比較明顯,所以最後出局了 接著來我們繼續無意 11月份剩下的比賽是三勝一負 12月份的兩場球亦都贏了 球隊的勢頭真是不錯,我沒有想過這個賽季 起碼踢了22輪,暫時排名第三 這個排名我真的沒有想過 英甲聯賽前兩名接星班,3-6名要踢步加賽 接下來的這個冬季轉彎槍我都有些想法 現在已經到12月中旬了 所以我之前都說過了,清分型球員 大家都看到,他們都不是頂尖的天才球員 不是Perreira 但是我全部將會晉升至一線隊 未來的冬季轉彎槍,你說賣出去賺錢也好 租出去給他們鍛鍊也好 這個獅子的話暫時就未夠清,只有15歲 如果真的預算的情況可以改善的話 我看看可不可以做些操作 好了,接著我們來到1月1日冬季轉彎槍開始了 剛才我提到青年軍的球員要賣出去 所以我賣了Rado和Paris Shabala我決定留住,所以是租借 包括之前我們的青島中鋒 Janson也是租借離隊 但是今天的話其實壞消息是比較多的 因為看回紐卡蘇召回,Alex Burby 二次召回,Alfred Derby 二次召回,史嘉年 這個就比較麻煩 值得一提的是 這些球員召回 然後剛才我們賣掉青年軍的球員 所以人數又不夠了 電腦又補了一些球員給我 我看到的 補了什麼球員呢 Max Woodcock 這個名字真是驚人 55種評 19歲,很難用 基本上用不上 Damian Ross,法國的中堅 20歲,58種評 Andrew McGowan 19歲,59種評 還有一個後腰 Abdolamarsha Anyway 61種評 27歲 這次補充的球員 確實是沒有上一次這麼好 因為上一次 電腦幫我們補充了荷蘭的中堅 Peters 現在已經升到72種評 其實剛才大家都看到 這些球員基本上很難派上用場 當然賣出了清分型的球員之後 現在我們預算去到500萬 等一下 雖然Alex Murphy 也被原師的球隊召回 但是我發現可以再次租借 那對我們沒有影響 那我再次租借 他們基本上都答應了 不知道球員來不來 當然不知道現在球員的想法是怎樣 但是好像轉身不太大 那一月份 都是沒有什麼天才球員 其實Perera之後 我們都很久沒有找到天才球員 當然我們球探的水準有限 不過就找到了這個捷克的16歲後 要求員 Noak 潛力範圍不錯 但是暫時的能力真的比較低 不可以立即放上場用 所以我看到他也是防守的數值不錯 CDM就不要踢了 因為這個位置真的給Perera 所以你還是踢中堅的位置 因為84勉強都夠用 他本身第二位置都是中堅 三星的技巧和三星的逆足 所以三個月的球探周期已經結束 接下來我們又要發掘新國家 我剛才都說過 自從Perera之後真的沒有什麼天才球員出來 所以 哎呀 保加利亞第二期 是不是第二期 這個賽季第二期的計劃 應該是第三期 第三期的球探計劃 第一個國家是保加利亞 第二個國家是沙特阿拉伯 我現在在想 保加利亞 最近幾年好像沒有什麼天才球員 印象中好像真的沒有 新西蘭 由於目前還沒有後防的人才球員出現 所以 Michael Wyatt 和George 都要找防守球員 都要找中堅 而 Jobin 在新西蘭就隨便找球員 看來真的誤會一場 史嘉烈 Alvin David Alex Murvie 決定重辦 校園 都是讀書重要 這樣嗎? 我們無縮 用多了幾個球員 當然那些球員的數字就很低 其實就沒有什麼好處 阿威卡 死了他拿2000 2000 2000的周生 有沒有搞錯 人家 Julia Bravo 都拿著500歐元 炒了他 又是浪費錢 甚至都沒有辦法炒 你看看 其實真的更差 接著來我繼續租借了 像大家說貸款上英超 租上英超就比較難 租上英貫是有機會的 我在利華股上租了20歲的中堅 Linus Getter 就71總評 始終我們中堅的位置也是弱一點 不過 現在人數可能會比較多 知怕來有可能會發難採 他的人工都不太高 18,000周生我們負擔40% 玩法 其實都是租這條路吃香一點 因為潛力高的球員在鴻門效力那些 他們很多時候都不稀罕來我們球會 所以都是太本上英貫這條路比較穩陣 接下來FA Club第三輪 我們的對手是曼聯 跟網紅隊交戰 那當然要入場看 不要理他贏還是輸 曼聯暫時的評價 四顆半聲跟阿士多維拉一樣 都看到有不少的新人們 阿捷比亞帶上了隊長就標 好像他們都有點輪緩 奧蘭拉手法的門將 那我們King Julio可能要發力了 等等 這場球要做些輪緩 Peters是停賽 上了Cherodia 然後 Alex Morby 在後備席代名 其他球員 對 有點勤 體力不太充沛 始終 英格聯賽賽的賽程是比較密集的 !". KING JULIO 對了Ola 好 puedo入球 好 進入現場 這場球應該有不少鏡頭 一上來只看到 Mason Mung 我做曼聯的系列 你會很隱身 當然我後來也買走了 接下第九分鐘 我們翻機的機會 看到Pereira的偷球 我都說了,在場上看到他的表現真的很穩固 Joel Knopp進來禁區,怎樣處理呢? 中門有隊友的Ike Bravo 這一下有點浪費了 喇喇打升12分精神 當然還有角球的機會 Joel Knopp專發角球 Ike Bravo的頭鎚 喇喇很生氣,但這個球你只能打自己的屁股 到場的球迷超級高興 領先曼聯一個球 想都不敢想 看慢鏡 你不能賴 你出來做什麼 剛剛才讚你做了個神級破舊 這個出擊,假裝不知道想怎樣 我都說今天Ambu會很忙 兩個黑馬龍門將的正面交通 這間Ambu是領先的一方 一開球已經取得領先 接下來又要看Ambu的個人表演 這些遠射沒有威脅 拉斯福特在禁區內角度摘役 都沒有什麼威脅 拉斯福特鋪上去外面 索尼泰爾的射門都沒有什麼威脅 接著怕拉斯奧斯 過了防守球員的直塞 給了安東尼 安東尼傳了拉斯福特的勁射 這個球真的要看慢鏡了 看到Ambu撲到上身了 反應速度很快 這十分鐘 狂風暴雨一般的進攻 但Ambu全部擋下來了 到第三十五分鐘 我們的進攻 慢慢猜猜猜到進入禁區內 Pervendi不急 傳給後面 抹一顆 給了Joel 左腳撕射 拉拉這個球也撈不住 接著另一個球 拉拉出擊又失誤 幸好有隊友幫他抹屁股 但抹屁股抹不乾淨 現在是BRAVO 但拉拉又抹乾淨自己的屁股 隊友幫他抹到一半 拉拉說等我自己來 自己的屁股要自己抹清楚 上半場結束之前 曼聯還有一次進攻的鏡頭 Mason Mann轉身後自己帶球 擔任Marnel 給到艾利斯亞斯 不射 給到上面的安東尼 安東尼怎樣處理呢 給到中盧 嘩 Levelto & Buu的出擊很及時 講道理上半場 曼聯應該有一個進攻 好了下半場的比賽開始了 Levelto & Buu繼續是神勇的發揮 Joel Knopp這邊整腳軟食 原地擺腿奧拿拿都接不住 這場球下馬龍門將之間的交鋒 看來是Levelto & Buu更勝一籌 去到第73個分鐘 曼聯這邊依然有很多進攻鏡頭 荷蘭提寶出場 他的勁石又過不了Levelto & Buu 出來了 Kazemiru給到Luxior Levelto & Levelto & Buu 接著Maiserman的射門 眾志成城 Magnon又擋到 接著Alex Murphy解圍 在到最後10分鐘 給到Luxior 右腳不是他吃虎腳 也難不到Levelto & Buu 接著最後幾分鐘 我們慢慢看 大家看到 曼聯最後這段時間 肯定是全場地迫搶的 其實後方是有點空檔 不過要傳出來比較難 Magnon這邊一抽三 就失去球 給到了荷蘭 差不多是曼聯的Light Shark 荷蘭自己加速 得住Alex Murphy 給到後面Maiserman 自己一帶 這個大大了 搶得很乾淨 最後3分鐘 反擊的機會 可能組織不到 沒問題 Dada是替補出場的 他的體力比Luxior Luxior 應該是手法球員 戴馬國球旗 言下之意就是 英甲的球隊 UCD多巴林大學 沒問題 猜完這一兩分鐘 沒問題 已經超了中 明天體育版頭條 我寫好了 震驚 傳統熊門 熊魔鬼曼聯 竟然輸給大學球隊 LVDV 左腳的射門 再一次動穿 奧娜娜的球門 2比0 給點掌聲 給點掌聲 給這班年輕人 經典戰役 特別是鏡頭對著的 Levado and Boo 哈佛龍門將正面加幅 這場球 他贏了 最後LVDV 這一下真的 有點出乎意料 帶著防沙騎 烏尼良美娜娜 這個球都輸得 真是頑皮 換完這邊 重新開球 裁判就不給時間 吹向了原場的哨星 看來多佛林大學 在杯賽方面 確實有不錯的表現 連賽杯已經擊敗了不少 高級別的球隊 這次連萬聯都可以 最後看這場球的數據 37%控球率 贏球 但其實也不是很被動 也有7次射門機會 萬聯這邊 只能怪自己的球員 沒有帶射門去 當然 Levado and Boo 的表現也是非常驚人 這場球的全場最佳的都是他 8點2分 我們看看他的手套 嘩 我好像沒見過11個成功破球 這麼誇張 他的手套 差不多爛了 他的手套真的爛了 球門每一個方位 他都可以掩蓋到 Levado and Boo 喀麥龍第一門將 好了 麻煩著冬季狙槍結束 Epic Cup 我們淘汰萬聯之後 第四回合的對手 是利落好的 其實如果是現實的話 抽到的豪門 對於我們低級別球隊來說 都是高興的 是高興的 輸球有什麼所謂 我們沒有包袱的 這個冬季狙槍 我們基本上就是 賣出之前 遺留在球隊 賣不出去的球員 然後電腦補充的球員 基本上都租出去 包括Wood Club 也都租出去 其實現在我們都省了 省了500萬的預算 其實我有辦法 我有計劃 這個青年軍職員 感覺要炒了其中一位 因為這一季 都是做得一般 我們都是出不了 什麼青分銀材 Anyway 首先關注這一場 對著利落浦FA Cup 的比賽 利落浦現在的評價 有沒有五顆星 五顆星 是都柏林大學 面對最強的球隊 KIMI 也過了 沙力 也是手法出戰 這些比賽 沒有壓力 好像體能方面都沒有問題 因為上個星期沒有什麼比賽 希望這場球看好一點 好了 進入現場 五顆星的球隊 但剛剛開球 我們都頂得住 反而第二十分鐘 鋼筆子這邊出現 失誤 帕弓尼直身 給到Julio Bravo 艾力臣的出擊 好及時 差一點 就已經先拔頭籌 接著另一個球 解決出來之後 Pereira 給到了Mark Nettler 接著給後面的Dillon William 然後給到Julio Bravo 轉身 直身 給到Joe Elnum 唉 都是那句 Joe Elnum暫時沒有什麼代表作 不過他總評是升得很快 接著一個球 又是解決出來 還是我們Cruzan的球 Pereira 給了Joe Elnum 給Pereira 一下加速 右腳的射門 亦都過不了艾力臣 如果不是艾力臣 神奇的表現 你就好像已經在輸了 上半場他們好像一次射門機會都沒有 反正是沒有威脅的鏡頭 上半場最後一擊 Pereira 直殺給了Mark Nettler 今次艾力臣都沒辦法 嘩 先斬萬聯 後斬Leer� 在岸菲盧 1比0 先 Leer�普經常壓得很前 有時候後防 確實比較空虛 接著下半場比賽開始 踢了20分鐘 Leer�普好像都沒有射門機會 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前場迫搶的人數很多 但我們的球員又處理得非常好 又真的不急 Peters給了Daniel Madeline,Gico 告破Pavendi,第一時間投球撞給Pereira Pereira 告破,給了時間列,時間列擺給Julio Bravo,很清晰 但是Julio Bravo這一刻有點貪功,下面還有隊友 78分鐘才看到Sobos來一腳低射,但這腳低射威脅也不大 不像上次對著萬聯那場球賽 Ambu 撲到手套就很難,這場球是Ambu,我怕他會冷到感冒 80分鐘都來了,你看到Po確實,迫搶的力度很狼狂 有時候我們的出球都沒有辦法很順利地給隊友 Diogo Jota轉身之後給了Ando,Ando給了Sobos來,打後輪 然後給了Jota,沒有狀態,離幾場都不知道有什麼鬼 Julio Bravo這邊在哪裏大波,可不可以弄出代表作呢 中路有隊友,沒錯,完全給了史嘉莉,史嘉莉替寶出場 單刀面對Alison,你殺車轉身射門,你減一層 正面左腳射不行,結果給了你進好反擊的機會 Diogo Jota,射門第90分鐘,林天光又賴尿了 啊,經常都是這樣,真的沒辦法了,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林布幾乎沒有出汗 突然之間弄一腳,他不知曼聯那場 被人寫了十幾腳,時刻都保持高度的注意力 重新開球之後,還有些時間讓我們踢完這次進攻 Pavendi轉移,Joel Nob,擺給Sala 那就沒時間了,FA級不同聯賽杯 要擇日重賽,哎呀,本身賽程都很密集 2月份的球彈報告,都沒有什麼天才球員 不過我就簽下了這個新西蘭的前衣 怎麼說他現在都58種評 叫做賣出去都有點價值,潛力都不高 我看到他這個數據,當然四顆星逆足是不錯的 但是他的射門簡直是令人發指,只有47的射門能力 應該都很難長期留在球隊 其實真的不是我們想太本上英超,太本上英冠 是真的很難簽到球員 帕利斯查他的合同是12個月內到期 不要說12個月,4個月內到期 大概都是70多總評,他好像都沒有80總評 因為一開檔他的總評不是太高 但他都覺得不是我們這個level 這樣都不打算遷移 所以是被迫太本上英超 接上來2月11號就是FA Cup對著利亞普的重賽 其實真的要重賽比較麻煩 其實最近我們的狀態給大家看一下 淘汰了萬聯之後 狀態很差 其實都沒有贏過球 現在我們看看英甲聯賽的排名 已經是跌倒進來,已經沒有第三了 跌倒到第四 當然3-6名都是要踢富加賽 當然我們現在是小踢一輪 所以你說賽程弄得這麼密集 是比較麻煩的 這場球的話 甚至我們的球員 很多球員的體力都有問題 中場的話我就要做些調整 不要說中場,現在我也要做些調整 還要說Verguson本身的體能都不一般 這場球手法的右閘是Daniel Bairb 其他的話就先頂住 Getter的話體力都不一般 上去Chadier 體力確實一般 我覺得就盡快作了斷 當然這個是第二球的比賽 不能再拖 進入現場了 去到第12分鐘 Mark Leonard 的院舍 艾利神直接就拿著球 跟著大腳開出來 迪奧高祖達停得很漂亮 沙拉加速 兩三個防守齊都偷不下 幾下的護傳 迪奧高祖達直身 給了迪奧高祖達 第15分鐘 離合好先拔頭籌 哎喲 不演了 認真了 可愛 迪奧高祖達還給了一個愛心 Logo 沙拉這一下真的挺帥 四五個人圍著他 他都穿得緊 兩三個進攻球員 阿迪奧高祖達他的射術 真的很好 迪奧高祖達 都沒辦法 射得挺好的 至乎來 尼亞浦的進攻 陸續有來了 路易斯迪奧斯 給到了中路 馬爾斯特全名迪奧高祖達 轉身的射門過不到迪奧高祖達 Daniel Bep 斬這個定位球 Cherodiac 停球心 對我高祖達 彈刀面對 Libbi Libbi 的破救 但是還有機會 Libbi 再次破救 神撲 不是他在輸了兩個球 麥亞里斯特 這邊 彈刀破門 但是越了位 前面三十分鐘 離合好進攻 氣勢如紅 你看到他們 禮牌了 前場迫搶很厲害 Daniel Bep 用速度爆 路易斯迪奧斯 後爭給帕奧 帕奧迪 很清晰 帕奧迪 給Daniel Bep 一停 中路還有一隊友 但是 Dulio Bravo 沒有傳球 Daniel Bep在等著 帕奧迪 帕奧迪 右近距奧迪 彎村 給了Eke Bravo 這次進攻 真的要賺Daniel Bep 以及Pervente 他們兩個在右路玩完 請問 Eke Bravo 在門前要做的事情 實在太簡單 輕輕一推就OK 這場播 Pervente 的狀態確實非常好 這邊 直接在前一帶 直接壓過了Maiya 中路四五個隊友 給了Marnella 哎呀 遠射就浪費了 其實上面還有很多隊友 等著 上半場還沒結束 Pervente 給了Dino William 中路有Dulio Bravo 沒有給了 給了Eke Bravo 最後 Joel Rob 就硬射 下半場的比賽開始了 間半截的低射 過不了Levedo Umbu 接著看我們這邊 前場的進攻 感覺這場 Pervente的狀態真的不錯 這邊 Julio Bravo 後章給了Pervente 後點 給了Dino William 的射門 擋倒 但是還是Dino William 靠著球的 Marnella 遠射 過不了Elicen 緊接著的角球 Elicen出擊 但是拍到隊友 出來 Pervente 給了Gater 接著對腳 的情況 史嘉利 拿著球 但是這腳射門偏出 去到第六十三分鐘 Dealgo Jota拉邊 突然加速 押過Cherudia 的傳蹤 無謂史迪亞斯 柏馬 說到Dino 攻獻神奇的破舊 接著還是他 黑馬龍第一悶神 然後到第七十二分鐘 大家都有做換人調整的 史嘉利 單多面對 艾利神 又是這個位置 又是又有意 跟上次 黑牆對著你阿普 那場比賽都是一樣 又是這個位置 第八十八分鐘 你看到 尼記的前場迫搶 押到尼布套 尼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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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是絕殺利亞浦,保時4分鐘,重新開球之後留給利亞浦的時間不多 Perera的搶斷之後,裁判出現了完場的哨星 FA Cup 奇蹟繼續延續,先斬萬聯,後斬利亞浦 高譜也要寫一個伏字,再看這場球數據 控球率跟Ted萬聯差不多,但兩回合入場對利亞浦比賽 我感覺我們創造出來的射門機會都是更加多 這場球甚至是不需要離譜,東撲西撲 那現在先斬萬聯,後斬利亞浦,是不是FA Cup 我們劍子冠軍呢? 確實有點誇張,但我還是順其自然 對球踢得好,沒理由我硬要輸球 當然我們主要的任務都是升班 當然是升上英冠聯賽,是我們的目標 好了,今期的視頻到此結束了 喜歡這個系列的朋友都是那句,希望多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拜拜